来到2023中场联赛第29轮当中的一场 由北京国安对阵成都中城 开场之后成都中城的攻势还是比较凶猛的 又把球打到了国安的进去里面 菲利佩打门就进了 这是刚刚开场第三分钟 北京国安的后防线出现了一个失误 恩加德乌没有扛住身后的菲利佩 菲利佩和恩加德乌两个人一样的强壮 争赛了四轮 然后有六场比赛没有进球 加起来十轮球荒 今天这一刻开场才三分钟 恩加德乌和张成东没有挤住菲利佩 菲利佩太强壮了 把张成东摁在自己身下 从张成东的身侧 王开场之后 几乎是没多长时间就陷入了落后 这样被动的局面当中 但这支球队战斗力是不可小觑的 看看他们会做出怎么样的回应 这个球 马宁好像吹了点球 哎呀 这个球 周定阳和杨一鸣 两个人好像都拿手碰球了 球连们也都非常紧张 发表阿布雷乌 中朝联赛的第八个进球 见过了 被顶回来 再往近距离端 菲利佩拿到球了 菲利佩转身打门 胡瑞宝把球打进 但这个球好像有越位的嫌疑 马宁已经失忆越位了 巴拉西奥斯要上的话 上一轮 上一轮 徐灵源的选择是换理查德 因为要下一个外援嘛 今天看看待会要上的话要怎么样 这个球动作比较大 甘超的红盘 甘超吃到了直接的红盘 被罚下了 布林关前场断球以后 甘超上来补这个漏洞 缠倒了阿布雷乌 马宁呢 直接出示了红盘 把甘超罚下了 这球在为自己辩解 这球确实剪刀腿了 离地的双飞加剪刀脚 动作太大了 这张红盘 从视觉效果上来 安德里哥 找左侧 金明友坐回来好球 穆塔利弗进区线上 传到门前好球 菲律佩又是一次 力压国安的后卫球员 门前的愉悦冲顶 把球顶进 这个球安德里哥的 中路的向左分球 包括穆塔利弗的回座 还有金明友的传中 每一个环节都完成的 非常到位 到门前之后 少打一人 徐正元的换人 也非常的激进 也非常的勇敢 现在收到了 非常好的回报 卡利弗这个球 传的也是贼呀 过掉了对方的两个中位 让菲律佩呢 在李磊的身前 去抢这个投球 这个球李磊防起来 可是太困难了 那两个队肯定有一个 要在国安的前头 或者两个队都在国安前头 包括成都也过去了 成都最后一轮再赢的话 阿波雷乌的机会 阿波雷乌挑向球门 球进了 上进不时第四分钟 刚刚算的分白算了 北京国安把比分扳平了 阿波雷乌今天也是没开二度 这脚球零度角的挑射 转移之后 江强勇的投球百度 阿波雷乌摆脱了胡瑞宝 在杨一鸣的干扰之下 把球从唯一的一条 可能的击球线路里边 挑进了成都仁城的球门 这个球打得真是妙道豪颠呀 简刀又一次出击扑了 封了前门柱 成都仁城反击的机会 难道还有成都仁城的惊喜吗 菲律佩带球向前 穆塔利弗再坚硬 得远端 帕拉西奥斯这个选择也不错 帕拉西奥斯左脚扣回来 右脚再扣右脚打门 球进了 这场比赛太厉害了 最后时刻绝杀反绝杀 帕拉西奥斯也是连续两轮进球 再次帮助成都仁城 获得了领先3比2 左晃右扣 我们看拿球以后 右脚徐晃 左脚再晃右脚再晃 然后这个球右脚扣完了 怎么又落回到右脚了 打得还更舒服 扣回来的过程当中 被李克碰了一下 结果又正好碰回到 帕拉西奥斯的右脚之前 打得更舒服了 很有希望战胜北京国安了 马宁的中场哨声已经吹响了 成都工程 克上3比2战胜北京国安 有没有战胜北京国安